1945年抗战胜利后,陪都重庆一次庆祝晚会上,有一个灯迷引起大家的兴趣,迷面是日本投降原因,打一中国历史人物。 大家纷纷作答,结果出现五种谜底,分别是屈原、苏武、蒋干、毛穗、贡功。 而屈原和苏武长期被世界认为是主流说法,屈原的意思是屈服于美国投放在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。 苏武则认为,苏联对日宣战,进入中国东北,全兼日本王牌关东军。 对于日本投降的原因,各方都强调自己在其中的作用,真的要客观看待这个问题,我们不妨来看看日本是怎么记载的。 1943年11月,盟军开始大反攻,分别由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指挥,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向日战领区进攻。 在多场战役之后,日本的海空军力量已丧失殆尽。 到了1945年6月,日军部队在冲绳岛战役中再次战败。 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文官系统,已经做好了接受战败的决断。 只是这最后一战,日本希望给美英盟军造成重大伤亡,从而体面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而且,当时的日本和苏联还保持着苏日友好中立条约,因此想让苏联出面调停一下中日美日战争。 可苏联的调停没等来,中美英三国的波斯坦公告来了。 7月26日,中美英三国措辞严厉,要求日本军人立刻放下武器投降。 但这个公告对日本军人措辞严厉,可是在日本国体上却避而不谈,这就让日本人以为有回旋的余地。 于是他们决定,无视这个波斯坦公告,摆出强硬姿态,让中美英降低投降条件。 日本人自认为很聪明,我恢复无视,既不能说我投降,也不能说我反对吧,你总要提出新条件来谈。 可惜当时的盟军作战总部缺乏精通日文的翻译人才。 日文无视根据不同语境,可以翻译成藐视的意思。 日本强硬藐视波斯坦公告,那就是拒不投降呗。 于是,美国人在8月6日向日本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, 巨大的蘑菇云带走了广岛20万市民的生命。 日本内阁震惊了,我还在等你提条件呢,你怎么就扔原子弹了呢? 震惊归震惊,但你要说日本人就这样被原子弹的威力吓得打哆嗦,那也不至于。 日本是经历过东京大轰炸的,日本人挺过了数轮东京大轰炸, 所以只要美国人原子弹不多,他们就不怕。 黄岛核爆之后,日本高层反应平淡,继续开会协商投降条件。 1945年8月9日上午,日本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在东京的一个防空洞内举行。 参会的日本陆军大臣阿南维吉感到空前的愤怒, 他愤怒的原因是以首相林木冠太郎为代表的内阁,提议日本无条件投降。 阿南维吉不是不知道,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之主此时已到了熄灭的边缘。 但以阿南维吉为代表的军方认为,日本此时尚有一战之力, 为了天皇和大和民族的荣誉,必须遇碎。 但以日本首相为代表的内阁,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时候, 现在如果继续死扛,可能后面连哀求投降的机会都不会有了。 这场争吵一直持续到中午,直到外面有人进来报信, 长期又被扔了一颗原子弹,整个房间顿时鸦雀无声。 也就是在这儿同一天,斯大林宣布苏联对日宣战, 并发动百万苏联红军南下中国东北与朝鲜。 没人再愿意读,美国是不是还有第三颗,乃至更多的原子弹? 也没有人再去讨论他们能不能抵抗得了苏联百万红军, 该不该投降的议题迅速切换到该如何投降。 这场争执一直持续到8月10日,也就是第二天的凌晨, 最终双方决定请天皇决定,羽人天皇于是被请了出来。 在苏联的武力和美国原子弹的双重加持下, 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宣言, 向中、美、英、苏四国投降。 获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消息后, 陆军总长何印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发布命令, 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, 并规定了各区的受降官、指挥部队、受降地点、 日军投降代表等情况。 其中,第二受降区广州地区由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。 在新一军控制了广州之后, 张发奎于9月15日率领司令部全体官兵乘飞机降落在白云舰。 并在广州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, 而如今正在播放的就是张发奎当时入城的画面。 在新一军先头队伍的带领下, 张发奎、孙力仁乘坐编号为1号的吉普车, 行驶在一行十余辆车的首位, 开始对广州街道巡视。 尽头中伴随着入城队伍的还有不断燃放的鞭炮, 这是日本投降后广州最畅销的物品之一, 沿途市民张灯节采兴高采烈, 共同庆祝这个天大的好日子。 9月16日,中国第二寿乡区日军投降仪式 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正式举行。 在仪式开始前的五分钟, 日军投降代表出现在了尽头里, 最前方一人是日军中将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九一。 场内两张长桌并排放置, 张发奎和另外两名寿乡负责人端坐在一侧。 日方以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九一为代表, 先向寿祥官鞠躬治理, 随后立正等待指令。 张发奎询问田中九一等人身份后, 下达第一号命令, 现场在经英语和日语翻译宣读。 宣读完毕后, 田中九一拿起笔颤抖着在投降书上签字, 随后田中九一等人在士兵的押送下, 一脸呆滞, 神情落魄走出了会场。 投降对于这些曾坚定欲碎的日本军人来说, 打击是巨大的。 甚至有一位日方代表走出会场后, 步伐亮枪, 机遇摔倒。 最终在1947年, 田中九一在广州市刘花桥刑场被执行枪决。 从1931年到1945年, 中国军队付出了伤亡380万的代价, 共歼灭150万日军, 拖住了150万日军千万平民的牺牲, 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